很多人做清蒸鱼的时候都是直接把鱼放锅里蒸 其实那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今天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鱼不仅没有腥味 而且口感滑嫩,味道鲜美 鱼肚子里面的黑膜还有鱼鳝,鱼牙,鱼血 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用剪刀把鱼鳍同样给它剪掉不要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做的清蒸鱼总是口感不好 总是会腥,而且味道不够鲜美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今天我用的是扁鱼来制作 条件好的同学可以用鲈鱼或者鲑鱼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用刀在鱼背的位置间隔一厘米左右给它切断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让扁鱼更加容易入味 而且造型也比较美观 还有方便我们使用的时候夹起来 切好的扁鱼放入盆中 然后我们切一点生姜放在里面 再来一点小葱段 再来19颗花椒 往里面加入没过鱼表面的清水 然后在它伤口上面撒多一点盐 紧接着我们用手把里面的生姜葱汁水给它油搓挤出来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去除腥味腌制入味 很多人做清蒸鱼总喜欢直接下锅 其实那样蒸出来的鱼特别的腥而且口感不好 有条件的也可以往里面加点料酒 放着浸泡腌制1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葱丝 取一根大葱切成两节 然后从中间给它破开 取出里面的葱芯 然后把它们叠在一起 这里我分享一个切葱丝的小技巧 大家看我操作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个葱丝是斜刀切的 并没有直刀切进去 这里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斜刀切的目的呢 是切断里面的粗纤维组织 如果直刀顺着切进去的话呢 它的纤维没有被切断 这样出来的葱丝就会有嚼不动的现象 斜刀切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记住了啊 刚才的大葱是白颜色的 我们再搞点小葱绿 同样切成丝放在一起 生姜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叠在一起 然后给它切成细丝放在一起 红辣椒切开以后 去除多余的部分 只要辣椒皮 然后切成细丝 辣椒丝 生姜丝 还有葱丝 在行业里面俗称三丝 用水给它浸泡 就能卷起来 刚才的鱼已经腌制 浸泡了十分钟 我们给它捞出 摆入盘里面 把它整理成你想要的造型 水开以后 放入锅中 给它蒸六分钟 我们一定要用大火蒸出来的鱼 才够鲜嫩 好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 新鲜的鱼蒸熟以后 它的眼睛是冒出来的啊 如果眼珠子没有出来 证明这条鱼不是特别新鲜 把鱼给它取出 里面的水一定要全部给它倒干净 这个水特别的腥不能要 把刚才切好的三丝摆在上面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锅里面加入适量色拉油 条件好的也可以用花生油来代替 把油烧热以后浇在葱丝上面 激发出香味 然后往里面加入白灼汁 没有白灼汁的也可以用生抽 或者蒸鱼池油来代替 很多人总是搞不明白 到底是先淋油还是浇白灼汁 这里我告诉大家哦 先淋油再浇白灼汁 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好了 本期视频即将结束 如果我的做法和耐心讲解 您还算满意的话 请给我加个关注 或者点个赞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频道